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eter 我知道你从事资讯科技界在领导阶层已经很多年了 近几年就特别致力培育年轻人或青年人不论年纪 去投入一些新兴行业也特别令到数码港成为培育之地 其实真的使得很多新兴行业获益良多 令到他们成功转型 我们稍后就听听你分享 而Akina最特别之处就是一般我们走传统行业的毕业 然后走一条传统行业的道路 反而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先驱 我们叫做Slasher Slasher是一个车公族的先驱 其实有很多不同行业你都涉足 发出这么多招很成功 我们也听听你分享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涉足电视台的节目主持 跟着也是一些媒体的顾问 经常都会看到你做C2 我还听问原来你是皮卡的设计师 是的 所以涉足了很多 也有做过 这件衣服你自己设计 这件衣服我也想 我会向着这个目标迈进 好 我们很快就开始了 现在我提一提在荧幕前的参加者 如果你们想一会问问题或有些互动的话 绝对很方便可以在Zoom下面的版面 你会看到有个Q&A的按钮 你随时在那里留下你的留言 或者留下你的问题 我们会在节目下半部分的时候 请Peter和Akina和你们分享解答 好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了 好 让大家认识多些你们 首先我想知道我们就是说 今天主题是新兴学业 其实香港对于两位现在来说 近几年有什么新兴学业呢 趋势又是怎样呢 我请P&A来先说 好 我一直在做的都是资讯科技 我集中在资讯科技这个范畴去看 现在这几年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 我想在新常态疫情下 其实资讯科技在很多方面的应用 其实更加强化了 一定程度上当然在疫情下的挑战 令到有很多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我们在自己的健康医疗各方面 都会注重了很多 在相应的资讯科技的配合 譬如好像刚才说的一些医疗的科技 或者是我们日常就算好像送餐服务 这些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些就是你可以说 现在在新常态下的一些 最近最贴心的一些新兴行业 当然在这个之余 其实都还有其他相关的 这些很明显大家看得到 另外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看得到 但都会明白到的 譬如我们由于新的工作模式的改变 有很多可能在家工作或者在家学习 所谓教育的科技 其实也是一个新的范畴 就是你可以说 不单止现在是新兴 你可以看得到 未来的多年 将会是一个很蓬勃发展的方向 那也都再说不上 有很多相配合的 一些譬如好像金融科技 我们在家整天可能都 在家工作或者在家生活多了的时候 我们也都在娱乐方面用多了 在网上的一些在线的一些娱乐 各方面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影片各方面 多了很多这些 所以这些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绝对同意 绝对同意 好像我自身而言 其实我过运一年疫情开始 我每天都会在家工作 那衍生的当然又多了外卖 那些行业 你会要去配合 很多东西 譬如学生又变成在网上 其实很多衍生的行业 就会产生了 没错 我们稍后再听多一点 Peter和我们分享 那阿Kina你呢 我刚才听阿师兄说 这些所有新兴的行业 或者新常态之下 其实我都涉猎到 在一些生活 日常生活里面的范畴 例如外卖 work from home 虽然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 但其实我经常都会work from home 但现在就work得更多 如果在我自己的职业范畴 我觉得那个新兴的行业 其实我们正正正正在展示 我有关的新兴行业 就是有很多虚拟的一些活动 因为在过去一年 或者一年多 很多一些 譬如我其中的范畴 我去做私营的 又或者是做一些的 培训工作 那些培训工作 我包括是有一些传媒 公关这两个行业 就是我以前做过的正规行业 再加上最近 新兴有很多 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有很多KOL的培训 加上一些C的培训 这些全部都转向做一个网上的培训 正正大家正在用那个Zoom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 一来我的C工作都变成了一个虚拟的范畴 已经是一个没有观众的 可能就是我们前面有十位八位的工作人员 去帮忙做一个本来可能是一千人 有这个现场观众的人去看的一个活动 培训工作也是 去做一个网上的一些训练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都挺方便的 因为以前你觉得没什么可能 因为做活动 我明明要是看到一个肉体在这里 才可以去做一些传播或者传信 但是现在就在一个新常态之下 亦都证明到其实香港人或者全世界都是这样 在一个大环境客观环境不许可的条件之下 大家走出一条新的路出来 就是变成了一个虚拟的活动 虚拟活动做了之后大家就发现 可以的 省时省地 也都是随时随地 譬如我有一些培训工作 我真的直接在家里的睡房 整理了后面的衣柜 变成一个很干净的位置 就已经可以做到那个活动 你不收拟干净也可以的 可以有个虚拟的背景 是的 我也想说 可以做个金门大桥 都可以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灵活变通 现在我自己的工作范畴 变成很多都在网上做 亦都方便了很多 是的 我也想补充一句 就是刚才建议说得很好 其实现在多了很多 比如网上的 或者是一些虚拟的环境 一些互动 你可以这么说 大家可能自己现在做得多 都会看得到 就是 其实你 如果好像你说 你是一个培训工作者 你其实不是很知道 其实对方的反应 或者是他的注意力 有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教育科技 现在出来的一些可以帮得到的东西 譬如我们有园区一间公司 其实将那个人工智能 是融入了下去 这样的一个网上的平台 那变了当一些老师 或者好像你说 一些培训的工作者 他在做这些培训的时候 嗯 我们是可以 可以通过他的平台 一些影像 分析的技术 他可以知道 那个人 或者是有些数据出来 就是说都可以听 有哪些可能 是他的专注力 有没有动过 有没有问题 你是否要提醒一下 或者是在那个平台那里 有些讯息给他 是 或者他认识了 那个影像的时候 你看不到 你就提提他要开 很棒 之后也有些分析的一些报告 那你变了 帮到那个 培训 或者是老师 他可以 做到一些更加贴心的 一些培训的工作 这个正正就是资讯科技 大家都可能在这个Zoom 我们都可以试一下 绝对是 有没有给足心机 听我们的分享 我很肯定 我这个节目一定有很多人 很给心机 在听 我们就说的 其实我最深 就是听完你们两个分享 我觉得 立刻在我脑中闪的就是 真的有危就有机 很多时候 疫情啊 很多经济真的衰退 但是其实 又衍生很多的机遇 只听你们两个说 已经可以是 摆在我们现实心目中 是的 真的正在发生着 不是以前想着 不可能的事情 原来真的有可能 是吧 很多这样的行业 其实现在就在那里做 那我们经常说 新兴行业 新兴行业 但是呢 某程度上 所谓的新兴行业 其实都是衍生在 传统的行业出来 是由那里衍生出来的 非常当时的社保的情况 于是有人就会想出 一些新兴的事情 有需要 其实有很多新的技能 要去配合 那我们镜头前面 的参加者 大部分都是青年后游 你们两位 又会有什么提示 或者分享呢 你觉得 是啊 其实传统的技能 有用 不过做不够了 要多些 那可不可以说一下 一些新的技能 好 先见完 我有一个挺特别的 看法 因为呢 譬如Doris 刚才说 一个新的技能 和传统技能 但是去到现在 譬如我们叫Z世代 我最近和朋友 去聊天的时候 他有一个挺有趣的看法 就是说 在Z世代 可能是在电脑 或者手机旁边的 各位校友 你们是一个 很年轻的 一个Generation 你们一生出来 其实已经有手机 可以上网 所以对于你们来说 上网 或者对着一些 资讯科技的工具 已经是一个 传统的技能 对于他们来说 反而呢 我那位朋友就说 现在的年轻人呢 就要去找回一些 我们这个年代所说的 传统的技能 包括一些什么呢 沟通技巧 代人折物 他发觉呢 就是说 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都很有创意的 但是很多时候 都可能是 对着电脑 或者是 跟电脑沟通 而对人的沟通 可能要再多一点的改善 那我发觉 现在呢 可能是年轻人 再要重拾 我不知道有没有拥有过 重拾我 这个字 不知道对不对 或者是 再去磨练一些 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 沟通 又或者是代人折物 那因为呢 譬如我刚才 我还没开机之前 跟师兄都说了 有一些种子 譬如我 我毁了二十几年 一看他样子都知道 二十几年前呢 你可能认识的人与事 去到二十几年后 突然间会浮出来 那那个网呢 那个人际关系的网络 其实是要 慢慢日积月累的 这样日积回来 所以变成呢 现在的Z世代 我觉得是要 去知道 怎样去跟人相处 怎样去礼貌地 去建立一些人际关系 还有就是 怎样跟上司与下属之间 不知道大家会 还会正规地去 翻一份工 但如果有的时候 上司与下属之间 怎样去保持一个 良好的关系 这个反而我觉得 是一个 大家年轻人 可能要 拥抱的一件事 绝对同意 你另外提醒我 我自己从事金融行业 很多年了 自毕业就是了 以前我们的世代 一定是interview的时候 一定是face to face 所以你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东西 其实现在这一代 可能是不知道 他根本都没有exposure 是这个东西 我现在请人 其实要用zoom 或者其他的媒体 那变成了很多时候 你好像看着视频 但其实是否又看着你 那个感觉完全不同 就要找司卿那位 对 就是刚才你说的 可能有些智能 又帮一下那个interviewer 同时 又可以延伸一下 那个interviewee 这个完全是一个新的趋势 亦都是一些 譬如如阿Kina正所说 就是提醒了一些 我们参加者 就是一些青年后 就是说原来 有一些最重要的 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 最核心的一些技能 就是沟通的技巧 而我们知道沟通 其实八九成 都是来自你的 身体、身体、語员 但是这件事 正正就是没了 现在就没了 没了 那以什么方式去填补 或者怎么样 再去配合 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是的 我自己觉得 刚才大家都 我想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其实 在这个 对青年后友来说 尤其是 我想你们不需要 太担心 因为 其实你们自己 自己本身作为青年人 你们其实 已经是 着数过 以前的人 对于这些 新兴的一些 形式的交流 或者是工作 你们是熟悉过他们的 反而是 可能有一些 比较 已经做了事 很久 用传统的方式去做事 那些 他们现在都有一定的挑战 要适应都不行 但是 同一时间 都有另外一些技能 大家都要留意的 尤其是 我想在科技的发展 其实是相当快的 在近期来说 我想很大程度上 在一些 人工智能 大数据 那些是什麽 怎样可以 应用得到 怎样可以呢 就是说 你自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令到你在思维上 在创新上 你都知道 有哪些东西 是可以做得到 有哪些东西 其实是可以更加发挥得好 有现有的工具 所以这些都是 刚才你说的 一些技能上 都需要的 嗯 完全同意 多谢Kina和Peter的分享 那我们讲开技能 那其实呢 我身边很多朋友 其实他们都是青年校友 他们都很有心 想去涉足一些 新兴的行业 但是有时候 就是心态问题 自己行不行呢 怎样走出第一步呢 那你们 你经历过 譬如Peter 你就配合了很多新兴的行业 在宋马港发展 去蓬勃 那你也都眼见很多不同的青年人 怎样去成功 怎样经历失败 然后成功 那阿Kina也是 你要涉足不同的学业 也都会认证了很多 失败成功的例子 那我想问 那你们两个 从你们的经验里面 会觉得 首先第一步 怎样可以鼓励到那些人 去涉足这些新兴的行业 怎样令到他们可以 擁抱这个挑战先 或者 我尝试回应一下 我相信 其实现在 一般来说 我们接触到的年轻人 其实对于一些新事物 都是比较开放些 去接受些 所以这是你们的优势 来的 大环境 亦都是 在过去这几年 无论创科技术 很多的发展 令到很多以前 好像不可能的东西 现在都变成可能 所以是有利于这方面的发展 亦都 再加上 就是说近这一年多 未来这几年 可能都是 继续有那个疫情的 新的常态的影响下 我们是需要 作一些很多的改变 在种种情况下 其实是会创造了很多机会 我相信大家 青年校友都是 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 我们的进取心 是怎样去更加发挥自己 或者是发展自己得好 这方面 将会有很多机会 令到大家 是需要 就是说 在这方面 更加的视野要广阔一些 我们的包容 我们的 在思想上的一些 的成规 是要打破多一些 这些我觉得是 会有很多机会 去诱发他们 在这方面的发展 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我用我自己本身的例子 因为我都是 我大概是七年前 我离开正规工作都七年了 这七年里面 就是做了一个 斜降族 slash 那我那时候 我经常都回答 很多人都问我 哇 那时候你为什么 这么勇 有份工 那时候还有一份 政府的 都算是高级的一份工 那人工不错 有housing allowance 又有约满酬金 其实被人看到的package是很好的 但是我那时候 就 心口有个勇字 其实就是全靠勇字 去尝试一下踏出第一步 除了勇字之外 其实你都要 很多事情都需要去想的 譬如我那时候 会想就是说 我自己追求是什么 我是不是追求一份稳定的工作 去到退休 那反复问自己又不是 那时候呢 我离开正规工作 是37岁 其实都不年轻的了 我想是比在座 那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去追寻一些 我想做的事呢 我很开心去做的事呢 那另外就是 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要计算的 就是以前 譬如我读经济学 我中学的时期 经济不聪明的 但是唯一几个的理论 袋下袋 就是一个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ause 那我那时候呢 其实我刚才所说的 很好的package 是我的机会成本来的 但是你又去衡量一下 我这个机会成本放弃了之后 我以后是不是找不回呢 又未必是 那所以你充满着计算之后 你觉得 不妨可以试一下 试完之后 我试完一年 不行的 那我就旋转门 回到以往的一个职业 那所以就 我觉得是如果大家 是有心去尝试的话 不要管了 你的本钱就是青春 是的 机会成本又低的时候 趁着那个 这个timing那么好的时候 就去试一下 试了不行的时候 慢慢还有很多很多路 尤其是 刚才师兄都说 现在有很多机会 对 那跟我们以前不同 譬如我是读新闻系的 那我那时候的出路 可能是主要做记者 做公关 做广告 都是这几个范层 但是现在是很多不同的范层 所以大家 如果真是有心去尝试的话 先试了先 好 或者我想再补充一些 就是 其实我想在 刚才建议说 最主要就是一个 即是机会成本 我也再加上 就是在不同的阶段 你对于机会成本 你的感觉 你的看法 都是有分别的 当你去到一个阶段 你累积了一些财富的时候 是否我们继续去追上梦 我们的本钱其实都大了 可能是令到我们 就更加可以去做到这方面的 如果是成功的 比预计之中这样的 那当然更加好 但是如果在这个的创业 或者是进入新兴的行业的时候 我觉得有个好处 另外就是 你没有失败的 我在园区 我经常都跟我们的初创公司 他分享就是 在初创来说 资讯科技 尤其是这方面的行业 你是没有失败的 你有的只是未成功 或者是未达到你预期的效果 但是在过程那里 你其实是得到很多东西的 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生的 很重要的很丰富的经历 这个是对你无论之后 继续你那个创业的路 还是你回到一个 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就业的路 在一个企业里面去发展 都有相当大的一个避益 绝对是 经验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无论你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但是你走那条路 go through 了那个process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所以没得输的 没得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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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刚才Akina说的 我也觉得很感同身受 就是你最重要是有passion 是的 你真的越喜欢那样东西 第二就是试 你不走出那步 其实就永远都在那里 就是在那里想 绝对是 是 那我们就讲到经验 其实呢 我们参加者一定很想知道 你们分享一下 你眼见那么多不同的新兴行业 又不同 譬如宋马港都有很多间公司 这里有千多间 是的 有千六百间 刚才Peter你说 没有失败的 我明白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相对在这里 很有挑战 未成功的一些经历 又怎样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有没有一些例子 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那Akina一会儿 我又邀请你讲一下 从你的经历当中 有哪一样东西你觉得做了很成功 可以提示一下我们青年教友的 那我请Peter先说 好 那我其实分享一下 我自己也有 好像经历过 刚才阿健而说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 当你是一间企业 你是相当成功 你有不错的很稳定的回报 你明知道你继续在那里 最高的位置 在一两年之内就是你的了 但是大家如果记得 在创科的一些发展 曾经在90年代尾 其实有一个我们所谓叫做科网的 一个很蓬勃的一个发展 有时讲就是这个科网的泡沫 在2000年的 即2003左右的时候 就开始爆破了 我自己也是在那时候 其实就是出来试下去创业 当然有一定的人的支持 后面有个上市公司去支持 那一段路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差不多可以说 人生里面最丰富的一段路 这个就是 刚才我说的 就是你没得输的 你怎样都拿到很多东西回来的 当你其实是 在一个不太顺的情况 在一个疫境 你去经历过 在一个初创的公司的环境 其实很多时候 从数地去到想策略 见客收钱 全部都是你自己要很积极的参与 今天建议现在做这个邪光族 你很清楚 那怎样 在中间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而令到你在将来 去 无论你决定 继续去在企业做事 或者好像我现在管理一个 创科的圆区 那样 都有相当大的一些得益 令到你整个人 人生方面 是丰富了很多的 很具体的 譬如 我会很明白 我以前也经历过 当你 其实 有自己的一些尊严 去收费 就是别人做了事 我也试过 你做了事 别人可能未必找费 但是你就要跟着 月底等着要出粮 有可能几十个家庭在等你开饭 你自己已经在自己的口袋 先给了 已经有几个月都是这样 你不能再是这样 你都要回去对自己的家庭负责的时候 你怎样去收钱回来 怎样去管理你资金的流动 各方面这些东西 令到你整个人 会成熟很多 感受会强烈很多 你知道 现在来说 譬如 一些初创的公司 他们自己在面对的情况 在疫情的时候 是最多的学习的 是 一说收费 这些东西 你有感动身受 感动身受 感动身受 所有东西 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做 所以我自己 我也是一个秘书 我是自己的司机 我是自己的会计 所有数据都是自己看 追溯的我都要做 你要很厚面皮去做 但是 我觉得 最初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以往都是一些正规的工作 比如在电台 电视台 甚至在政府部门 有一班人 去帮你做后勤 去做一些 你要claim钱 有人会帮你去搞 但是现在 要所有东西都自己搞的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 都觉得 我真的是一头烟 我是一个傻婆 很多人都会 你真的可以 你行不行 但是 当你理讯了所有东西 我以前的数口都很不精 那些担有很混乱 但是 迫动来的时候 你要做 然后慢慢慢慢 将这单 每一个月 找个信封入住 今年是 今年是 2月 3月又有个信封 慢慢有条理来做 我都是这两年开始 才做一个 有条理 而我不会 发疯的一个人 我觉得 这是我人生月曆上 一个很好的训练 另外 有没有什么工作 很深刻 其实真的很多 因为每天都会有一些 新事物 我 我说一件很小微小眼的新事物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因为 我试过去唱歌 你很意想不到 我对上一次唱歌的表演 是我 18岁的时候 隔了20年之后 有人邀请我去唱歌 这是最意想不到的一件事 但是一件很小微小眼的事 就是 有一次我收到一个电话 他邀请我去做一些 亲子的讲座主持 是 我觉得很奇怪 我亲子的讲座 你知道我没有小朋友 他说 我你知道 不过 那些爸爸妈妈认识你 就已经可以了 我说 好 有些事情 你意想不到 我是一个没有小朋友的人 亦都是很怕一些很远的小朋友 我已经公开说了很多次 但是竟然会有人找我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就是证明你有这样的能力 才会有人这样找 所以变了就是 每天都会有一些的新事物之余 亦都会有人认同的时候 那个满足感就是来自这里 是的 我完全感受到你的那种害心 是的 而且你经历了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说没有失败的经验 但是其实你不同的经历 组成了 然后到今天的我们 其实就是很开心 因为你会发现 自己吸收了很多不同范畴的经验 比如说Akina你分享的 我就觉得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不要 我们经常说out of the box 以前经常都这样说 我觉得其实这句说话 就算到现在 都是合用的 你不要box了自己 某一样东西 会觉得都是不行的 或者这样东西是这样做的 其实不是 而在过去这一两年 我们真的会发现 很多东西 原来可以不是这样做的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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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做的同一件事 那你未必是可以被人認到 或者浮到出來 那我就要去找我自己獨特的地方 我經常都強調一件事 我獨特的地方就是不漂亮 但是我會用腦 我會分析 我會思考 我會和別人分享 亦都有一些生活上的體會 是可以從我的文字上去表達出來 就是每個星期都有些專欄 就充分發揮我有的平台 去將自己的獨特性表達出來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還要去鬥漂亮的 嘩 刮字厚面那些 那我永遠都不入流 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不漂亮 但是你知道自己的強項 就多加去把握 譬如大家年輕的校友都是 譬如你在一些的資訊科技 好像師兄 你的範疇那裡很厲害的 譬如寫APP那些很厲害的 你就多加發揮 因為不是個個都會做這件事 你就找一些不是個個都會做的一件事 還有我自己的 我自己想到的特點 譬如去做私儀才算 私儀很多時候 那些人看我的樣子 以為我一個很嚴肅 一個不苟然笑的人 可能以前看新聞看得多都是這樣 確實我醉瘡 你都覺得是這樣 你會怕怕的 找得方便一點 但其實認識我的人 都知道我是一個 都可以搞得笑 而且都是一個挺輕鬆的一個人 所以我這幾年裏面做私 我都做了一個裝鞋並重的形象 嚴肅又可以 搞笑又可以 兩者並存 都可以 得了 所以就變得很多不同的活動 都會 喜歡這一類的人 多於說 一是很嚴肅 一是很搞笑 兩樣東西混不起來 或者兩樣東西混得起來 市面上未必有這麼多 我便知道我自己獨特的地方 便慢慢走這條路 所以最重要是找出自己的長處 和特別之處 加以發揮 便可以殺出一條血路 這也是很有用的提醒 要知道自己的長處 然後怎樣去定位 對 別人做甚麼 你又繼續去做甚麼 那就很難會出到 好 大師兄呢 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要作為一個 在這方面一些創業成功的例子 或者是在自己的行業成功 其實很多時候最基本的一件事 我覺得是那個 剛才你說的 Out of the Box 一些思維方面的改變 或者不要被那個成規所局限 所以我覺得 每天大家都可以先從這件事 那是最基本的 你那個核心的價值 是不是你做甚麼事 都要做一個分別 跟別人有一個分別 你肯去嘗試 你肯去從中 做一些變化 簡單 到去 譬如你平時吃東西 你不要經常去那間餐廳 你去不同的餐廳 我也是經常去的 吃不同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時間趕 那就沒辦法 有這樣一個空間給你做 你習慣在日常的生活 你做事的時候 都已經是一些新嘗試 是你那個的習慣 你平時在 就算你是 不是自己創業 就算是打工也好 你自己平時做的事 你都未必一定跟回 很多時候的 習慣就是你問回 以前是怎樣做的 現在你都要問 以前是怎樣做的 現在你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到以前做的 是不同的呢 令到自己可以 有一個創新的核心思維 你就會開始去嘗試 嘗試之後 你可以說 譬如舉個例 如果是一個創業的情況 你就看看 其實在創業的環境 剛才也說 你是選擇哪個範疇去創業 你自己的強項 最有實力的是哪一方面 你在那裡去發展 然後也當然 要有一些抵禦 逆境的能力 因為很多時候做事 就不一定甚麼都那麼順 好像剛才建議都說 他自己的經歷 我自己的經歷也是 有很多濕濕碎碎的事情 以前是不用打你 現在是要打你的 那些事情是很煩的 是未必一定那麼順利的 那怎樣去令到你自己 可以 是可以 就是 可以 令到自己可以突圍而出 那你就變成一個領袖 Peter 這個提議很好 由最近自身那裡出發 就是由你的習慣 開始試一下 我找不到沙汰 對 如果你少少的東西 都改變不到的時候 你很難會衝出去 就想我要領導一個甚麼潮流 那在自身那裡 開始 就是每天試一試 每天可能改變某一件事 那慢慢慢慢 其實你就將這個 Making Changes 變成你的一個DNA 是的 沒錯 我覺得這樣也是容易一點 多謝兩位的分享 那我知道其實我一路 就看到有很多問題 已經想 及不及待 就問你們 但是未得志 我還想 之前我們去Q&A 最後一條問題 就想問一下兩位 如果我們現在回大 回到他剛剛畢業 剛剛是CEU大學環境的時候畢業 你有甚麼想跟自己說一句 亦都可以跟青年校友去呼籲一下 我先說 好 其實都是沿著剛才那個說法 其實我自己 如果回到他之前 我想我都會跟我自己去說 就是 怎樣可以 就是你在人生的路上 你不要被自己的成規 局限自己 我很多年前 在一間書局裡 我看到 有一個 枱頭的擺設 上面寫了一句說話 我買了 這麼多年一直跟著我 那是英文 我嘗試用中文 它的意思大概就是 當你踏出了 在你自己 熟悉的一個環境 一個區域 那個就是 你離開這個區域 就等於 你人生 進入 你的人生的一個開始 英文就是 Life begins at the end of your comfort zone 這句說話 我一定會 跟很多年前的我 會說回 其實可能 你會是 人生更加豐富 在這麼多年裏 其實你做的事 更加自己是覺得有意義的 好 是的 我自己 二十多年前畢業 我當年畢業的時候 跟我現在很不同 我感覺上 因為是一個很封閉 和一個很傳統的女生 我讀新聞是 我畢業一定要做記者 這條是我 當時想的唯一一條出路 我沒有想過其他事情 真的 所以去到二十多年後 我現在看回 如果二十多年前 看到我現在的樣子 我猜我當時是完全是意想不到的 所以剛才師兄的說法都很對的 其實你要是 那個思維 你不可以只是跟著一條路走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分支 很多不同的分流 另一方面呢 我亦都想 你剛才說 你買了一個很久的小派 我突然間 我都想起了一幅畫 我記得好像是阿蟲畫的 那時候我也是勸念過一個 一個失戀的朋友 但其實用在事業上 都可以很對的 就是勝在放得開 我不要只是 我只是走這條路 其他路我不看的了 但是當你放開的時候 你就會見到 哇 五光十色的世界 其實有很多機會等著你 所以就 那個不是追你那個人 不是 那個是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很敢敢於懷 失戀 所以我說 在感情上 勝在放得開之餘 在工作上 都要放開懷抱 而他 看下這個世界 其實是很大的 如果你放開了之後 你會發現 我的機遇 其實不只是 我之前去計劃的那麼簡單 所以大家就要放開 共勉之 放得開 和都要放膽去上枝 都很重要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就 去到Q&A 我已經見到好幾條問題 我希望盡量可以 滿足大家的需要 首先第一條問題 就是 一個Christine 參加者跟我們說的 她說想了解一下 金錢和喜好 你們怎樣平衡呢 金錢和喜好 好 喜歡的工作 但收入又不高 不喜歡的工作 收入又很高 應該怎樣去取捨 這個很實際 很實際 Peter先 好 我先開少少玩笑 就是剛才你說的兩件事 我認識有一些人 她的金錢的喜好 和她自己的興趣 是一致的 所以她很幸福 對她來說 每天她多了一點的快樂 就是她賺多了一點的錢 所以這個是我 很平衡 是的很平衡 這個我覺得是 很理想的情況 但多數人 就好像 Christine 她可能都要有這樣的取捨 我剛才也少少提過 我覺得在不同的階段 其實你是會有不同的 取捨 取捨 或者是一個平衡點 當我們去到一個 已經累積了 要好彩 一定的財富階段的時候 你可能是那個條件 你去發掘自己的興趣 做自己的興趣 比較大一點的那方面 是多一點 但是就要留意 就不要給 剛才說的有很多這些的 成規 或者是你覺得的一些 的機會成本 去影響自己 其實是要抽離一點去看 你在人生上 你自己是想 作一些什麼的貢獻 你得到最大 你自己的回報 滿足感是什麼 所以在不同的人生的階段 可能都有不同的 一些這樣的平衡點 嗯 你這個平衡 其實正正就是 我當時離開ICAC 那份政府工 去到做一個 自由工作者的時候 要衡量一個很大的因素 沒錯 因為就 以前份工是很好 配件很好 但是內行 我又想試一下新的東西 試新的東西的時候 我又是那時候的經濟學 Pull and Push Factor 把所有東西都列出來 究竟走好 還是留下好呢 後來我決定了 要離開的時候 我都要有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就像Christine說的 我都要吃飯的 我不吃的 我爸我媽都要供養他們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當我們去追尋 那個夢想 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 就不是說 我坐在那裡 那些夢想的事情就會來 你真的要主動 你去做定一個準備功夫 而我做法 那時候離開的正規工作之前 我都打定底的 打一撥 我就回來武校 中大去回新聞系 Journal那裡的教書 Journal 10 還有就是做皮革 那時候都是一個很大的興趣 我將興趣化了一個事業 還有就是在以前 就是港台 香港電台是我第一份工作 剛剛他開了一個31台 那時候我都問他 你需要不需要主持的工作 記住找我 那這三條的道路 我已經是很穩固地 我覺得都OK 我基本的收入可以的時候 我就放膽 在這個膽子 在這個莊柱裏面 再去嘗試一下 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那所以就 去追夢的時候 你不是說 就是真的 哇 我什麼都沒有 去嘗試的 你真的要為自己 做定一些的準備功夫 因為始終 譬如好像我們這麼大個人的時候 我除了說 對我自己負責 我都要對我父母 還有先生 還有家庭 要負責 那所以就 就是這樣東西 是可以拿到平衡 雖然那三條的支柱 就是後來我自己追尋出來 是比以前是少很多的 真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滿足感 你又不能夠去彌補 還有都要反過來想 譬如我自己的興趣 喜歡做皮革的 到我退休的時候 我有充足的財政充裕 我去追尋我的皮革的夢想 但是想到我六十歲的時候 我還看不看到 我老花也看不到 那洞怎麼打 一戒皮的時候 可能戒到手 因為很淋盡的時候 那那是否一個理想的時機 去追尋 所以其實來說 我們無論你怎樣走那條路 選擇你那條路 其實都是要充分的準備 和考慮 不是真的貿貿然 當然要勇敢去嘗試 但是同時間 其實取得平衡 去考慮自身的因素 和做足準備都很重要 另外一條問題 特別是先給Akina Peter你可以休息一會 他說 在社交媒體上 很多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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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這麼多貼文 做KOL 你怎麼有這麼多靈感 可能這位參加者 都很想看看自己 如何多點靈感 首先 雖然我說我去做KOL訓練 但是我不會用KOL 來自居 因為你將它演化 做回英文 Key Opinion Leader 不會有人叫自己 我是個主要意見 領袖你聽我說 我覺得做人要 要謙虛一點 要謙虛一點 我覺得我是從一個 分享的角度出發 多於大家所想的 KOL 商業的性質去賺錢 那個靈感 其實有很多 當然我現在是一個 自由工作者 所謂的KOL這個平台 還有其中一個謀生的工具 之餘 我覺得都不能夠全然是商業化的 我裡面有很多 其實都是我家庭的 點滴的分享 對 跟我爸爸媽媽去玩 去迪士尼樂園 去大家玩層層碟 我爸爸是一手 很難到的 很難到的 經驗 對 這些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多些去分享 還有 從中我想 大家都會知道 跟父母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沒有小朋友 所以我上課高堂的時候 我就想看看 在我這個年紀 其實大家都要顧著 你的爸爸媽媽 生活上的體會 加上很多網友其實很好 我自己的專業裡面 都有些網友 有時有些奇難雜症都會問我 感情也有 工作上也有 甚至乎有一個家長 我接下來星期一會 哪一篇專欄都會說 有一個家長 她是女生中 她說她的女兒 要反問校長一個問題 究竟我要問什麼問題 在職場上 她們都會問我 我說 其實很好 她們給我多很多靈感 是的 所以 我想是多一些去體會 還有多一些去留意 其實有時很細微細眼 我們今天的一些討論 其實都是我的靈感的來源 有時都會刺激了一些思維 是嗎 對 就是聊天後發現 我又沒有想過 是的 所以這裏 剛才師兄也給了我很多靈感 譬如你一些新的創科 看著你有沒有留意到我們的Zoom 又或者是那個 think out of the box 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多一些的留意 你就會發現其實 很多靈感在包圍著你 好 聽你們兩個說 好像可以擁抱挑戰 隨著世代的不同 就盡量去令到自己去配合一個新的行業 另一個問題 就問到你們真是自己現實的情況 就說 你們就鼓勵大家做出勇敢的嘗試 但請問你們兩位置身 有沒有想過 你跟著來 會不會又離開自己 現有這個舒適地 又完全觸發另外一回事呢 好 我先嘗試回應一下 其實沒有的 我永遠都是 就算在同一個崗位 都不停要有一些新嘗試 才維繫到我對這件事的興趣 其實在過去這幾年 在數碼講 其實差不多每一年 我們都是嘗試去做一些很不同的事情 接下來我會覺得 我自己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我們怎樣去 在這個新常態下 因為現在整個世界的經營環境 跟以前不同了 我不是說純粹是經濟或者政治 而是整個營運的模式是不同了 而裡面當然有科技的成份 但亦都有不非科技的成份 我們怎樣可以把這些更加是融合得好 令到就是說年輕人尤其是 接下來都很多挑戰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 那個社會環境可能沒有那麼富裕 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們的社會環境是穩定的 現在來說 其實那個社會環境 可能多了很多的機會 但是挑戰大了很多 在新常態下有很多不肯定性 你是比較難去取捨怎樣去做事 不是說很簡單的幾條路 你是這樣走 你勤力就沒甚麼錯了 現在不是的 所以怎樣對我自己來說 一些新的挑戰 一些的改變 就是就著現在的平台 現在的崗位 是可以再希望 好像大家一些青年的校友 我可以幫得到大家去面對現在的 新常態下的種種的挑戰 多一點的分享 多一點的機會的製造 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好 離開comfort zone 但是我現在不comfort 其實現在是辛苦的 不過我自己都會想 因為我現在有很多不同的slash 不同的範疇 去到隨著年齡的增長 你已經開始去想一下 一些幕前的工作 究竟我會否繼續適合 雖然說可以去到 可能做到50歲、60歲都可以 但是是否還是你一杯茶 又或者社會大環境 是否還喜歡看你 那這一點我又想的 所以由day one 我做這個自由工作者 做斜降族開始 我都去想一件事 就是sustainable 是可持續發展 其實在地球環境 我們經常都說可持續發展 其實我自己的職業都要可持續發展 我在想有沒有一些工作 我可以做到60歲過外 70歲、80歲都可以 我發覺這麼多個slash 其中一樣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這個培訓的工作 培訓的工作 你真是很需要一個有經驗的人 你要慢慢累積上去 而那種的經驗 不是說你在教科書裡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現在我就慢慢累積這類經驗 然後就看看有沒有一些 某一個範疇的培訓工作 是往後都需要的 譬如剛才一開始 我們說的溝通技巧 這是很需要的 我猜接下來 可能是Z世代之後 我不知道去到什麼 Z、A都沒有 那個世代都需要的時候 我就向著這方面去想想 那就應該可以做到 60歲、70歲、80歲都可以做 明白 我介紹了一些教育技巧的公司 好 我們又產生了很多不同的機遇 對 好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平台 那個創辦人 都是女性 很難有解 Akina 就著你剛才所說 我又可以去到另一條問題 就是Slasher這個新的趨勢 但是參加者就表達了 每次轉工都會聽到家人投訴 就說什麼都三分鐘熱度 這樣做那樣做那樣做 那麼多slash 很jumpy 又會影響過CV 但是其實這個人是新趨勢 就看看你怎樣去管理 你對於這個 後有表達的關鍵有什麼回應 我就很幸運 先說家人的範疇 我父母呢 其實 我想從小到大 有很多不同的決定 其實他們都是反對的 但是反對得來 他們又比較溫和 即是他們不會很激烈打架 不行你不准做 你一定要做醫生 一定要做會計師 即是一些很高尚的職業 我想打蟲 我由選中學開始 他們都反對的 即是一定要選近自己屋邨的地方 最終我選了一間比較遠一點 然後譬如選讀新聞系 他們都會擔心會很辛苦 但是從中 從小到大 那個溝通過程都很好 我須之以來 即是告訴他們 這個是我興趣所在 去到我真的離開 政府的ICAC 去到跳出來那一刻 其實爸爸的反應都很大 怎樣反應呢 是呀 他說行不行 現在 即是他接下來 都知道那個經濟環境 都未必是這麼好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個水晶球 那時候都在說七年前 經濟都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那你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想清楚 那我說真的 我說其實 興趣很重要 趁我現在年輕的時候 不如就讓我試一下 他有興趣 那你用你自己的行動 來說服老人家 結果去到現在 我猜 都沒有令到他兩腦失望 我永遠都會去問 有時候我都會去問他 有空出去喝茶的時候 怎樣 我好嗎 高不高興 又或者是有些事情拍攝的時候 找他兩腦一起去拍攝 讓他去參與其中 知道我現在工作的範疇是怎樣 那他會說 好玩很正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都是七十幾歲 都是一個新嘗試 我看到你的其中一個帖就是這樣 是的 是一個廣告 但是加上 媽媽和媽媽一起參與 他就知道你在做什麼 還有怎樣維生 原來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就要用你的行動 甚至乎你的工作 加上他的參與 就可以說服到他們 所以這個我猜大家都要努力去嘗試 我覺得溝通完之後一定可以 好 Peter 我想說同一條問題 但是我想從你一個這麼有經驗 做了幾十年 這個資訊科技行 也都做了很多年 是管理層的領導人 你見到譬如這個校友說 其實我的CV這樣寫那麼多 或者這裡做一年兩年 什麼都涉獵過 現在是怎樣看的 以前傳統的一定會有關心 不用了 行了 I-child都不會過 現在又是怎樣看的 會不會其實去到你的手上 你發現很欣賞 其實是的 一定程度上 這個也是我們剛才討論很多 就是一個傳統的思維 和一個現在比較新興的思維 那個對比 我想就著剛才的問題 其實背後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是否做了這件事 你是不是足夠已經得到 你應該要得到的東西 而你跟著就轉去另外那個 另外那個會不會是一些東西 你又是很快又會放棄 還是怎樣呢 擔心其實是這樣的 就不是就著那件事自己本身 是不是做了幾年又轉 做了幾年又轉 因為以前的幾年可能是真的叫短的 因為以前的傳統的年代 那個變化不是那麼多的時候 你可能十年才有一大變 可能是五六年才有一個小變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三年一大變 每年都有一些中型的變化 每一天可能都有小變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反而我想就是 你有不同的這些嘗試 每一個的嘗試 其實你是有很清晰 你自己是要得到什麼 而你去放棄了一些 之前你嘗試出來的東西 你累積了什麼的經驗 其實令到你在新的嘗試裡面 可以更加發揮得好 這些很多時候 譬如我真的見人的時候 你剛才收到這樣的CV 有這麼多不同的工作經驗的時候 我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問 就是你每一份工作 你轉工的原因 在中間你會明白了 其實整件事 好像剛才的建儀說 他自然就會溝通得到 告訴你 令到你明白 就是他純粹是jumpy 或者其實他很清晰 自己每一步在做什麼 而每一次他都在增長 而你會想多一個好人 是 好 實在太有用了 這些提示對於我們的校友 我看到我們現在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我真的盡量 希望可以簽完所有的題目 因為大家真的很心急 我想知道你們兩個的分享 好 我們再問多兩條題目 兩條 我們五分鐘內 好 好 好 我們在較早前 最初的部分 我們說過 如何裝備自己 令到自己可以成為一個 想像人家 去做一個新的行業 而現在這個校友 就說我不是要自己去做新行業 但是我怎麼可以動色情機 知道原來身邊發生了十個新行業 我想進去參與 這麼多事情發生 我從這麼多媒體 這麼多新資訊 怎麼令到自己隨時都準備好 知道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馬上去參與捕捉的機會 嗯 我 我想回我自己 其實沒有人有水晶球 很難會知道 哪一件事流行哪一件事不流行 其實是在那裡出發 這個都很重要的 就算那樣新興的行業 我沒有興趣的 但偏偏跟著那裡走的話 未必會有一個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覺得是隨心而發 還有我現在的階段 因為我有時候要出去教書 對著年輕人多 所以我不能夠落後於人 有時候我都會喜歡 譬如我經常說我自己聽歌 我很喜歡聽舊歌 但是我都會聽姜濤 都會聽林家謙 因為我要知道年輕人 他們的口味是怎樣 你要多些開放自己 你不要只是一條路 是的 勝在放得開 這個很重要 你要涉獵更多的時候 你就會自然知道 現在的時代是流行些什麼 譬如現在 多人去玩Clubhouse Miri 其實我未必是可以處理到 我自己數過 我有十幾個社交媒體在處理 但是我又想知道 那我就開個帳戶去試一下 看看別人怎樣玩 我未必玩得正 但起碼我會知道 所以從中 你會在知道的過程當中 那個程度就慢慢 由資去到了解 深入了解 就做了一個專家 那這條路就是這樣 慢慢滲下去 是 Kita呢 我簡單說 其實沒有 好像同意的 沒有水晶球的 如果你是 希望在自己的事業上 即是就業上 有一個發展 在一個行業 將來會有很大的發展 這個完全正確的 因為什麼都是 這個世界 有內在因素 有外在因素 那個大環境 來不來你去做某些事 就決定了很多 你自己怎樣勤力 什麼都沒有用 但是我猜 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大環境 那裏你可以看到些什麼 就是 分析的 有很多報告 可能你都看得到的 就是 就是 你無論這個 教育科技 就是如果我講 科技的範疇 當然有很多其他一些領域 但是 跟這個 就是去 在新常態 疫情影響下 新常態相關的 這個行業 如果在 這個科技來講 有這個 就是健康科技 醫療科技 教育科技 這個相關的東西 還有另外 就是有一個大環境 你可以去看 譬如大家身處在香港 香港 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無論是 雙循環 內循環 外循環 國際循環 怎樣去配合下 香港的角色 都是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去發揮最大的 在這方面 變成了 如果選行業 就是這個金融科技 如果也是科技相關 又是會發展得很好的 這些都是 很客觀地 已經在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說 真的看回自己 的一些 內在的一些因素 好像剛才建兒也有說 就是你的興趣 你自己在哪個人生的階段 講得白一點 你有多少蛋藥去試不同的東西 你的財富已經累積了一定程度上 你不用天天擔驚受怕 看看明天會不會失去工作 你的想法又不同 所以很多這些因素 其實很簡單 你相內在外在 全部列出來 你比較一下 很有用的提示 其實你們剛剛兩位的分享 已經回答我本身最後的問題 本身最後的問題 就是 我看到很多不同新興的行業 我其實是否要追蹤這些人 或者我們叫KOL 他們可能有些K opinion 還是跟隨自己的興趣 跟隨涉不同的其他行業 我明明看到這個最熱的 好像最好 最有機遇 但其實我可能心裡 是在想其他事情 我想兩位其實都提示了大家 最重要是自己有一個 passion 有一個興趣在這裡 再配合自己的強項 然後再出一個平衡 就可以一個明智的路向了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真是很多謝我們聯合幕前的所有參加者 也都給了很多很有用的問題 我們可以互動 再一次多謝Peter和Akina的參與 因為你們的提點 令到我自己都學了很多東西 我相信我們青年後友 今天都學會了不少的東西 我們今天是壓軸節目 亦都是我們中大青年後友職業發展周 亦都是圓滿結束的 希望各位參加者都可以有所悲憶 亦都看一看大家 記住在這個校友事務處的媒體 我們有幾個媒體的 有YouTube Channel 有IG有Facebook 最重要是留下你們的意見 跟著分享 和讚好 而YouTube Channel有個小鐘 你們記得按一下 就一定可以緊貼AO給我們的資訊 好 希望各位青年後友在這個活動之中 有些收穫 就重新裝備自己 重新出發 就可以找到自己適合的職場路向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參與 這裡 與您講出相對 東根 在這次 bits 加班 皮 又 啷 頭 大 下 都